我们再来看看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它测试的对象就是内部控制 那么我们在审计过程中 我们是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那么为什么要对内部控制进行测试呢 我们是把内部控制 通过了解内部控制 对控制测试 当作我们审计的一项工具 实际上我们想通过对内部控制的了解测试 我们看这个财务报表出现错报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出现错报的可能性大的话 我对实质性程序的要求就高 我一定要把这个错报把它找出来 如果通过了解和测试这个内部控制 发现这个内部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它可以防止或者发现这个错报并纠正它 那么这个就会最终的财务报表里面 虽然错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那么我对实际程序的要求呢 就可少一些 从而提高审计效率 我们说在财务报表审计中 我们的内部控制测试更多的是为了提高审计效率 想减少实际程序 那控制测试的 它的前提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的啊 是准备信赖这项内部控制的基础上 我们才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它的目的就来证实我们之前准备信赖的这项内部控制 到底是否真的值得信赖 我们是否按照原来准备信赖这项内部控制呢 我们制定了审计计划 可不可以按照原来的审计计划来实施我们的实行程序 所以我们看控制测试它测试的是内部控制 它主要是评价内部控制在防止和发现并纠正 论定层次重大错报方面的运行的有效性的审计程序 也就是说它主要看内部控制它的运行是否有效 它跟了解内部控制不一样 然后了解内部控制是干什么 是看设计是否有效或者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如果设计合理并且得到执行 我们就预期它能够防止和发现并纠正这个错报 它可以起到作用 但是是否是真的起到了作用呢 那我们还要用 对控制它的运行效果进测试 来证实我们之前的预期 所以我们说控制测试 就是要看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我们只要看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怎么样来表现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呢 就是呢 我们看内部控制 它在不同的时点是如何运行的 不同时点 它就它的相关时点是如何运行的 那么在整个期间是否得到一贯的运行 是否得到一贯的运行 是吧 一贯运行的话就是不同时点是如何运行的 这就是看它的整个你信赖的期间 是否是这个一直在有效运行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是什么 肯定是测试不同时点 是吧 我测试的这项内部控制 假设三月份的销售审批 六月份的销售审批 这是不同时点 相关时点是如何运行的 是否是一贯运行呢 那我至少要有多个时点来进测试 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量 要测试一定的量 是吧 你不能测试一两笔 测试一两笔那是什么 那是我们前面讲的穿性测试 我们后面会讲的穿性测试的结果 可以把它用作 可以用作什么控制测试的结果 它可以为控制测试 为这项内部控制呢 是否得到有效的运行呢 提供一定的证据 这是首先要关注 它在整个你信赖期间 是否是一贯运行的 它运行的好坏 还与 用谁来执行相关 同样一项内部控制 设计好的内部控制在执行 有不同的人去执行 它执行效果不一样 你看徐老师上课 很少去点名 我们的要求的是什么 上课就要去点名 是不是 徐老师很少去点名 这就是在不同的人执行情况之下 或者是要求点名我就 这个可能呢 点到这个最低的 我们要三次点名 是吧 一个学期三次点名 我可能就是执行最低的量 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是每一次都点名 由谁来点名 是吧 由谁来执行 不同的人执行效果不一样 以何种方式来执行呢 何种方式就是能工还是自动化 是采用能工的 还是自动化的 所以在这里呢 他的这些效果也不一样 是能工还是自动化 是吧 所以你要看啊 你看我点名的话 我就一般有的时候呢 采用 相应的这些 软件APP 来点名 因为能工点名的太麻烦了 我选我的课的 学识要多我一个个点 那我要花多长时间呢 那我就采用什么 我们的这个 课堂的一些软件 还有那一些什么问卷的一些形式 直接发一个问卷一扫二文码 大家 在一分钟之内跟我 回答 是不是 那就表明你在课堂里面 那就这样点课点名的效率就更高 效果也 也更好 是不是 所以采用不同的 控制方式也影响到 运行的效果 他的相关试点是如何运行的是 我都在一贯运行 由谁来执行 以何种方式来执行 都决定了这个内部控制运行的 他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看了解内部控制 控制测试 实际程序他们之间的区别 主要看他的目的和他运行的必要性 我们前面讲了了解内部控制 他是必须的程序 即使你不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来减少实际程序 也要 对内部控制要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了解内部控制 你即使不信赖内部控制 也知道他耶夫是怎么做的 我们在实施实际程序的时候 你至少可以知道 从哪些方面 他耶夫是怎么执行的 你从哪些方面去录手 在哪里可以找到 我们的审计线索 我们如果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那就 那就是什么 要对他做控制测试 我们了解内部控制的主要是从 两个方面了解 第一个是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得到执行 如果设计合理并且得到执行 我们就做什么 控制测试 如果是设计 不合理 或者设计合理没有得到执行 我们是不做控制测试 所以控制测试是否执行 要是我们 对内部控制的了解 以及我们注册关系 自己来 确定 自己来确定 我们等会儿要讲的啊 什么情况下 必须 做控制测试 什么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不做控制测试 所以他不是一个必须程序 控制测试 他就是来看内部控制 运行的有效性 他跟了解内部控制不一样 是吧 这些都是来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 来评估什么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来评估这个错报风险的 这是都是来从评估重错报风险 啊 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是出评 这是什么 肯定是债评 如果内部控制 啊 值得信赖 那我们就是吧 就可以 对实际程序的要求呢 可以 降低一些 因为错报的可能性比较小 啊 如果是通过控制设施表面内部控制是吗 他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那么也就说这个内部控制没有防止和发现错报的发生 这时候我们必须 对实际程序的要求可能要 高一些 我们可能修改我们的审计计划 原来认为内部控制是值得信赖的 现在不能值得信赖了 那可能要对实际程序的薪资时间范围 做一定的修改 这个时候的实际程序 他再不是 来 看才有错报风险了 而是直接 认定是否存在什么 重大错报 直接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所以他再不是错报风险 他就看是否是存在重大错报 我们可以看 了解内部控制 控制设施和实际程序 他整个这个流程啊 他是这样来的是吧 每一个 程序他的目的不一样 他必要性也不一样 实际程序他是必须的 啊 我们前面也讲过 他之所以叫实际程序 就是我们只有根据实际程序的结果 才能对相关论定得出结论 才能对财务发表发表实际一些 所以实际程序 他也是一个 必须执行的程序 是不是 啊 我们 这已经 讲了好几个必须执行的程序了 我们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 是吧 了解背心内外及其环境 也就是说风险评估程序 是必须的程序 包括了解内部控制 他是必须程序 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必须做穿性测试 还有呢 在风险评估的时候 还有什么 哪个程序是必须的 分析程序 他是必须的 啊 分析程序是必须的 是不是 那么实际程序 他是必须的程序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在完成 审计工作阶段 对财务报表 做总体的 符合就是 这个符合的时候 分析程序 他也是必须的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 几个 我要说啊 这个 观察于整个审计过程的 啊 包括职业怀疑 观察于整个审计过程 是不是啊 职业判断 这个 风险评估 观察于整个审计过程 因为风险在变 对 这个 审计计划有 的制定和修改 观察于整个审计过程 重要性的呢 什么 他的运用 也观察于整个审计过程 包括重要性的修改 这个不是说计划阶段 制定就一直不变的 他随着 我们的情况的变化 对背景的了解的变化 那么在最终的 完之阶段 重要性水平 也会做一定的修改 那我们再看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当做控制测试 这里面讲了两种情况啊 控制测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 都需要实施 也就是说控制测试它是不是必须的 单纯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 或者应当实施控制测试 也就说也就说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进行控制测试的 哪两种情况呢 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在评估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时 我们了解内部控制是吧 如果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且得到自行 我们的预期控制运行是有效的 它可以减少 它可以减少这个挫暴的发生 你预期它有效 就是这里啊 讲的预期啊 实际上你就准备信赖或者依赖 信赖 或者是我们有的讲的是什么 依赖啊 依赖 都是一样的含义啊 就是信赖内部控制 依赖内部控制 来减少什么 实施程序 是不是 我们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那就一定要的内部控制是吗 要进行测试 看这个内部控制 到底是不是 真的值得信赖 是不是真的能够 防止和发现 并纠正这个错报 所以这是一定要做控制测试的 这时候呢 注册会计是什么 它应当实施 控制测试 这应当实施控制测试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跟你 讲了这个观点 它一定是预期内部控制有效 准备减少 实际程序 那么你一定要做一个什么 控制测试 那证实你的预期是对的 是吧 否则就会影响审计的什么 效果 第二个是 仅通过实际程序 无法获取 认定层次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时候 注册会计应当实施相关的控制设施 以获取 控制运行的有效性证据 这个我们前面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仅通过实际程序 实际程序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时 注册会计是应当了解相关控制 是吧 前面是不是讲过 这里呢有说应当对相关控制 实施控制设施 也就是说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 你仅通过实际程序 就是没有做控制设施 而了解控制是肯定做了 做了的是不是 仅通过实际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实际的审计证据 就是你认为 还不足以得出审计结论 这是怎么办呢 你说我这实际程序都做了 就是最后一关了 还还不能下决心 这个得出结论 那可能是 实际程序的结果 他可能不支持我们之前的风险评估结果 我们在之前 了解内部控制 就认为内部控制 设计不合理 或者没有得到执行 那我们就直接做了实际程序 这个仅实施实际程序 就是没有做控制测试 做实际程序之后呢发现什么 发现 这个错报很少 那是不是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啊 我们预期是内部控制 他 不能防止 和发现并纠正错报的 现在呢 我们在通过查账之后呢 没有发现多少错报 我可能 不放心得出得出这个结论 那我就要重新去了解一下内部控制 是不是我原来了解错了呢 啊 甚至对 相关控制去进行测试 如果了解内部控制 确实是了解错了 是吧 或者呢 我们呢 还是做一下控制测试 看他运行效果怎么样 说不定他运行效果 是真的很好了 那有 那就表明我们之前 对什么 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错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是吗 认为内部控制 它是设计合理的 可能是运行有效的 能够减少错报的发生 难怪我们 实施实际程序 没有发现多少错报的 这时候呢 就可以得出审计结论了 也说仅实施实际程序 他这里表明是没有做控制测试的 没有做控制测试的 是不是 这时候呢 你通过实际程序 不能获取松分事当审计证据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呢 还是应当 应当实施相关的控制测试 包括我们前面应当去了解 你就简单一说应当了解和测试相关的控制 就可以了 这时呢 我们应当做控制设施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做控制设施呢 啊 我们反过来啊 不做控制设施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 预期内部控制 他不能有这个达不到他的效果 也就是说内部控制可能设计不合理 或者设计合理 没有得到 执行 我们是不是不准备做控制设施啊 是不是 那是不做控制设施的 那是因为你是什么 不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不准备依赖这项内部控制 来减少实际程序 这是一种 第二个 就是我们在 说控制设施 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审计效率 如果我做控制设施 花的时间比较多 而减少的实际程序 我们不是要通过信赖内部控制 减少实际程序吗 而减少实际程序的工作量 他减少的很少 也就是控制设施的时间 大于了什么 我们减少的 实施实际程序的这个时间 那么从成本下预来说 是不合算的 也就是从 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说 实施控制测试不合算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能不做控制设施 这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啊 两种情况下不做控制设施 第一个 不信赖内部控制 不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不依赖内部控制 来减少 实际程序 第二个就是什么 即使做了信赖内部控制 来减少了实际程序 但是减少的工作量呢 他什么 这个 我们呢 控制设施呢 工作量要大于减少的工作量 这样呢 成本上面就不合算 也就是说 通过控制设施呢 它是不合算的 那我不如直接 做什么 实际程序 这是呢 两种情况下 不做控制设施 好 我们再看控制设施的性质 什么叫做控制设施性质 就是说如何来做控制设施 控制设施性质与计划从控制设施中 获取的保证水平相关 我们有的时候 什么叫做从控制测试中 获取的保证 水平 有的时候讲 从实际程序中获取的保证水平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哪一种测试 这种测试呢 我们要什么 证据要可靠 相当于证据要可靠 保证水平就是要获取的证据可靠 所以在设计和实施控制设施时 对控制有效性 你信赖的程度越高 要对内部控制 你信赖的程度越高 注册关系就应当获取 越要说服利益的审计证据 也就是你越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我们就越要获取充分时当的审计证据 来证明我们的什么 这个预期 因为你信赖就是 内部控制就是预期内部控制有效 我准备信赖它 所以你信赖 内部控制跟我们预期 内部控制有效是一样的概念 是一样的概念 是吗 当你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主要以控制设施为主 尤其是仅实施实证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时当的审计证据时 注册关系应当 获取有关控制运行的有效性的 更高的保证水平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两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做控制设施 一种是什么 以控制设施为主实施 你信赖内部控制来减少时针程序 第二个是仅实施实施程序 不能获取充分时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是不是都要做控制设施啊 这时候呢 对控制设施 有效性的有效性的需要获取更高的保证水平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控制设施结论搞错了 是不是啊 所以在控制设施中获取的保证水平 还有我们这个控制设施性质相关 因为在考虑整个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范围的时候 我们一般首先考虑是什么 审计程序的性质 这个与审计证据的质量 这个性程序的性质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序啊 实际程序还是控制设施的程序 他的性质是决定了他的 证据的 质量 证据的质量 如果证据质量也 比较高 那么表明从这个该测试中获取的保证水平 是比较高的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要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当然充分也是很必要的啊 那么控制设施程序要哪一些呢 第一询问质量的人员 啊问他是怎么执行的 观察 这控制是如何来运行的 这业务活动是如何来运行的 检查 业务执行之后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 检查他相关的 这个 资料 来看他到底从资料上面来反映 他是这个业务是怎么运行的 这相当于有一个推理 是吧 一个推理 下面呢 再有一个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 是指注册官司把这个业务重新执行一遍啊 我前面讲过了的 不是由被行单位的人员来执行一遍 重新执行这个程序 是注册官司亲自来获取的 亲自来运行所获取证据 他的可靠程度比较高 但是呢 不是说每项内部控制都可以采用重新执行 这个的重新执行呢 他的成本也比较高 我们一般呢 是在采用询问观察检查 他为了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时候 我们才采用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获取的证据呢 他可靠性的要比这些 程序的获取的证据可靠性要高一些 另外我们要知道一点 我们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我们 的程序是不是跟这一样呢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最后一个不一样 是吧 我们前面都用到询问观察检查 虽然程序是一样 但是我们询问的重点不一样 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我们是询问你应当怎么做 在控制测试的时候是 询问你是怎么做的 啊 是是不是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虽然说询问观察检查 这个程序跟了解内部控制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目的不一样 一个是呢 了解内部控制是如何设计的 是否得到执行 一个是什么 看他运行的有效性 目的不一样 那么第四个程序 这是重庆执行 重庆把它做一遍 又注册官司重庆做一遍 我们了解内部控制呢 第四个程序是什么 传行测试 实际上传行测试 那不是一个了解的程序 他在了解之后 我们把内部控制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了 这个记录 我们这个对内部控制的记录 对业务流程的记录 我们记录的对不对呢 我们要选一笔业务 从业务的开始到结束 他是怎么做的 在这个 穿行测试过程中 我们更多的是看 我们记录的内部控制 是不是跟他 企业里面实际的 所执行的内部控制是一样的 我们记录的错没有 当然我们选一两笔业务 从业务的开始到结束是怎么做的 这个穿行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 也可以知道 内部控制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穿行测试的结果 穿行测试的结果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控制测试的结果 是不是 我在 了解 我在这个做穿行测试的时候 发现他仓库的发货 跟我们所记录的不一样 是吧 跟所记录的不一样 我们仓库发货的要求是吗 一个人发货 另外一个人符合 但是呢 我在做穿行测试的时候 发现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一个人来发货 到底是 仓库的发货制度是要 是只要求一个人发货呢 还是仓库的发货制度 本身就是 要求一个人发货 另外一个人要 要符合呢 要清点呢 有个人是 内部控制设计是两个人 但是执行的时候呢 他只有一个人 啊 我们在穿行测试的时候 他也只有一个人在做 啊 一个人在发货 那就表明 在穿行测试的时候 就发现他内部控制什么 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这个结果 我们 是不是 检查了运行的有效性了 所以这个结果可以把它用作 控制测试的一个结论 可以用的啊 这是呢 了解内部控制跟控制设计呢 有的时候啊 他的结果 了解内部控制是 的时候呢 就知道他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就知道他运行效果怎么样 啊 就像自动化控制一样 自动化控制在了解 这个软件是如何运行的 就可以知道他运行的效果怎么样 啊 就知道他运行效果怎么样 是吧 所以我们在对 自动化控制的时候 我们等于要讲的啊 我们了解了内部控制 他是如何设计的 只要他 没有人去修改这个程序 保证这个程序 安全运行环境 他执行的效果就会好 他执行效果就好 这样呢 在自动化控制的时候 我们通过了解自动化控制 然后呢 对另外的一般控制性测试 就可以来 确定应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那是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我这里跟你讲的就是 在自动化控制情况下 我们了解内部控制 他就可以去知道 他的运行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了解内部控制 和控制测试的他一个区别 都用到了程序啊 询问观察检查 只不过了解内部控制 还有川性测试 这个 控制测试的还有什么 重庆执行 了解内部控制 他的目的啊 设计合理 并且得到执行 我们就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那一定要做控制测试 一定要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呢 他主要来看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如果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那就是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来减少实证程序 如果内部控制运行无效 那就不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那对实证程序的要求的要高一些 如果这项了解内部控制 这时候 内部控制设计不合理 或者设计合理 但没有得到执行 我们是不做控制测试的 是不做控制测试 是不是 这个 采用了较高要求的实施程序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控制测试与了解内部控制 所实施的程序虽然有部分相同 但运用的目的不同 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一定的解释了 大家可以归纳一下 了解内部控制控制设施 和实证程序 他的要求 他的程序 有什么不一样 他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前面已经 这个跟大家做了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介绍 那刚才呢也讲到了自动化的控制 对于自动化应用控制 实施控制设施 注册官司可以利用 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就了解自动化控制的时候 所获得 该项控制得以执行的 审计证据 也就了解 自动化控制 也就说自动化控制 它设计是合理的 这个软件设计是合理的 并且呢 这个软件呢也 得到了执行 这应用控制得到执行 我们获取了这个证据 这个呢 加上 信息就是一般控制 他一般控制可以保证原来设计的内部控制 按照原来的设计去运行 所以呢 我们 对于自动化应用控制 我们怎么来确定 他到底 做控做这个控制设施呢 只需要了解 自动化控制 它是怎么设计的 他得到执行没有 这是了解的程序吗 然后呢 对一般控制进测试 就看一般控制运行的 是否有效 最后呢 对 应用控制得出结论 作为支持 改项控制 应用控制 在相关期间 运行有效性的 重要的审计证据 懂了意思没有 对自动化控制 我们一般不对 它的应用控制做测试 我们只需要了解的时候 把它了解 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测试的是什么 一般控制 它是来保证 原来设计的 这个应用控制 能够按照原定的设计呢 去什么 去有效的去执行的 所以 我们对自动化控制 先是了解应用控制 它设计是否有效 是否得到执行 然后呢 去测试一般控制的 有效执行 如果一般控制有效执行 那么就可以得出 自动化应用控制呢 它是什么 运行是有效的 还有一个是叫做什么 在实施控制测试时 双重目的的实现 我们也把它叫做双重目的测试 双重目的测试 是不是 我们在了解内部控制的时候 就对内部控制进测试呢 就是做穿性测试的时候 对内部控制进测试的 那不是的啊 虽然我们刚才讲了 穿性测试的结果 可以把它 用作什么 用作 控制测试的结果 但是我们不是同时测试的 只说我在了解的时候 我有了这一个结论 有了这个发现 我可把它记录下来 我在做控制测试的时候 考虑这个结果 而双重目的的测试呢 它是在实施控制测试的时候 又在做什么 细节测试 它是同时进行的 它是同时进行的 而这个就典型的就是什么 我们注册官司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即检查这个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内部控制 执行效果怎么样 也对银行存款的 他的期末余额 做验证 是不是 那是两个测试同时进行的 所以叫做双重目的的实现 或者叫做双重目的测试 它来评价什么 内部控制是否有效运行 这是控制测试的目的吗 来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暴 这是实证程序的目的吧 所以实现了双重的目的 实现双重目的 这叫双重目的测试 这个双重目的测试是在 控制测试的时候 同时进行细节测试 不是说我们了解内部控制和控制测试是双重目的测试 有的说细节测试和实际分析程序同时作用 同时测试叫做双重目的测试 那不是的 这个双重目的测试在这里指的是什么 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同时执行 同时执行 也不是说把了解内部控制 双重测试结果 用作控制测试结果 那那是什么 那是两种不同的测试 不是在同时进行的 那是不同 只是说我可以利用他的结果 这就是说我可以利用他的 细节测试 和细节测试 一句话 我可以利用他的 试试 试试